所以我一再強調它供營業使用 好 供營業使用意思 它就是福利斯拿來投資 或者是輸售為墓幣的 然後再來是可以產生長期 長期的喔 好 就是我的納納營業是 成為一年以上的定義了 然後再來呢 它是具有實際的形體 那意思是什麼 它跟無情資產是不一樣的 無情資產的話呢 它是沒有實際形體的 好 所以呢 先告訴你一下呢 什麼是我們自己所定義的 不動產長期設備 或者是我們的財務會計準則上面 所存入 之前所稱的固定資產 好 那固定資產它的內容可以分成 什麼不動產長期設備 礦產資源 生物資產 那生物資產尤其是 我們在出貨裡頭沒有提過的 礦產資源其實我們在出貨裡頭也有提過 那不動產長期設備呢 這樣出貨也有提到 好 其實也沒有太多太新的東西 只是當時候同學可能 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不是那麼熟悉 那裡的很多東西 我們希望我們到了動態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觀念或這個處理 快去處理 能夠講得更精確一點 或者是講得更深入 好 那這是現在的分類啊 好 所以我剛剛講說 無情資產就不在這個分類的 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要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要談哪些 哪些 哪些時間點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說當我們有取得這個資產的時候 第一個 我比較想 我入障的成份怎麼決定 還有我用的科目 尤其是這個分類的時候 它的科目也很重要 好 我常舉說 像我們去買房子 一定是房屋跟土地一起買 雖然我們的那個 就是線上在報價以後 一定是房屋跟土地算的 好 那我們入障的時候 我們的房屋跟土地要分開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說 剛我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看這類資產的時候 我們要講這類的資產 我們講資產 所有的資產 我們要承認的時候 我們的快遞處理有幾個時間點 第一個 這個資產發生的時候 入障的金額怎麼決定 律收賬款 存貨 那因為它沒有客戶的問題 產生債存的律收賬款 我買東西進來 你就是決定什麼系統 續盤檢証 定期盤的制的科目而已 然後接下來重點就是什麼 它的金額怎麼決定 好 然後第二個 在我們講律收賬款存貨的時候 這是需要這兩個科目 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律收賬款要不然就收到錢 要不然就是沒收到錢 存貨要不然就賣掉 那第三個時間點就是要期末平價 那期末平價就是要什麼 去評估有沒有損失 律收賬款有沒有發生 單一價能被用 存貨有沒有產生疊價沒有值 好 所以在我們講律收賬款這個資產科目 或者是存貨這個資產科目的時候 我們只有這三個時間點開始取用 剛講固定資產 不動產產科目的設備來說也是一樣 我們有四個時間點 他有四個時間點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第一個一樣都是 當我發現這個交易的時候 我入帳 第一個我要先決定他的科目要用什麼 第二個我要在這個時間點 我要決定他用多少金額入帳 他的金額怎麼決定 他的金額怎麼決定 第二個需要這個科目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譬如說我的機器 需要這個機器當中 待我的使用過程裡面 可能會發生需要維修 那這個維修我們要去判斷 他需要的是大修還是一般性的維修 這是只有這個資產當中 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第三個階段是什麼 第三個階段就是期末要評價 他的資產除了土地之外 我們一定會因為你的使用或學生的經過 而耗損掉他的價值 所以我要提點折舊 所以他的期末要做一個成本分開 另外一個也要評價 評價的就是什麼 帳面價值跟他的可維修金額 來做評價 那第四個階段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剛剛講說存貨也好 印修帳範也好 就三個階段一個快遞處理對不對 但是這個分類底下 還有四個 為什麼 我的固定資產 或者是我的不共產產產產 以及設備 如果我使用到的耐用年限期滿 或者是未滿 我就想要区分他 所以他有多了第四個 就是你的区分 不管你現在到了他的耐用年限 或者是未到他的耐用年限 所做的都叫做区分 好 就我們有四個階段的快遞產物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存貨、印修帳環 那這三個階段 金額、入帳的金額決定 這個客戶發生當中 連續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以及期末的評價 好 那我們的固定資產 或者是不動能量 以及設備 它有四個 第一個就是他的入帳金額跟客戶的決定 第二個就是這個客戶當中 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維修嘛 其實你要去界定 它是什麼樣的維修性質 好 第三個 其末要不做的事情 其末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成本分探 一個是要給人家 第四個 關於這個資產 那用年限期滿 或者是未滿 我要處分他 那我的快遞處理 所以他有四個結合的快遞處理 好 跟前面多一點點 那當然多這一點點也多很多 因為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 我的存活也好 義修貸款入帳也好 它只要決定金額就好 沒有客戶的問題 但是我們不動產場 以及設備 我們要決定我的客戶 所以我們要去了解 為什麼會有這種客戶的問題呢? 我剛剛是不是講 比如說我們去買那個方式 那基本上呢 除了現在的台北嘛 結運圈的國展 還有什麼地上使用權 之外你可能是買房子本身跟使用權 並沒有擁有這個土地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是什麼 土地可以私有化的 所以你去買房子的時候 通常是買房子跟土地 那你買的時候呢 建設公司或者是賣房子的人 不會跟你講 土地是多少錢 房屋是多少錢 通常不會 他跟你講總金額是多少 好 成家金額是多少 那但是我入帳的時候 我就要把它分成房屋跟土地 所以我的科目應該是決定的 好 好 對 好 相當之下 一樣 一開始 當交易發生的時候 入帳 我要決定金額 我要決定測物 那他現在怎麼決定? 成本原則 什麼叫成本原則? 什麼是成本原則? 不是成本原則? 非常常常會用到 所以你一定要理解 什麼是我們會計準則? 我們會計準則 你所謂成本原則? 有没有什么 大家可以讲一下 什么是成本原则 非常难很困难 什么是成本原则 成本原则 我们是不是要提几个观点 一个是到达可供使用状态 合理之出 这两个点 一个到达可供使用状态 或可供销售状态 然后再来是个合理之出 因为我们说 好 像我常常我们看一下 每次我去好市多 就看到有人了 人拿那个牛奶买了十罐 那种两个 三千星下两千 三千星这个 我们这一罐我都要喝很久 他买了十罐 那个牛奶都是有 比如说什么 连锋连那种牛奶 就是不是那种四合方的那种 我想十天而已 他保存十天 大概七天到十天而已 他十罐怎么喝 好 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他就是什么 另外就是早餐店嘛 因为他是在做生意的 那为什么他去好市多买 因为他大量的 因为好市多比较便宜嘛 那十罐牛奶也很重 好 那好市多因为他卖了 比如说一罐两百礼物 三千星星 那如果是比较全联 或者是一般的超市的话 可能是两千星星 大概就一百七十八块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你在那边买是不是便宜了五六十块 但是因为你超市买 是在人家隔壁就买 你可以回来 像学联啊到处都有 你进去买 人家就出来了 所以你不用开车 或者是停车 或者是很麻烦 可是呢 基本上你说 你要打果汁的时候 你不能叫老师多那边 你要跑过来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买回来 所以运费 为什么我们的进货运费 是我的传感 因为他一方告诉你说 我的卖给你的价格 是到我的仓库门口 这就是你的事情 他对他卖的价格比较便宜嘛 因为他不包含这段的运费跟保险 那就买方来讲 我不能坐在你的仓库门口呢? 这个我怎么去使用它呢? 但我一定要把他搬到 我的指定的地方 我方便使用他的地方 所以这一段的运费 是我买这个东西的成本 所以进货运费是我的进货成本 这样子可以引进嘛 对不对? 好 这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成本原则 不是只有存货的成本原则 很多的资产它都有成本原则 所以像我们说 那个房屋好了 我买房子 我们讲这个最常见到是买房子 买房子我跟卖方讲好了 好 我要买你这个房子 你开价 好 现在房价都很高 这个假设你开价一千五百万 好 你开价一千五百万 有人是用他开价一千五 就一千五万买到吗? 一定不会嘛 你一定会跟他印价 说好 你就是印价 说来说实坛 白话一点就是什么? 跟他杀价 好 所以你一千五百万 你可能杀价出来结婚剩九百万 那你要承认说 你买这个房子是一千五百万还是九百万? 那你九百万嘛 因为我跟他成交的是九百万嘛 最常开价是一千五百万 而且我跟他成交的是九百万 可是你的成本就九百万而已吗? 不会啦 你有房子 你要过目 好 所以你过目的话呢 卖房子买房子也有弃税 房屋有弃税是卖方负责 好 那他卖方会有怎么样的税呢? 他就是除了什么 未来的财产交易所的税之外 他在交易当下有的土地增值税 他要交 好 所以买卖双方是各有各自己要负担的 所以就是我现在讲 我是买方 我刚才谈好九百万 但是我最后付的成本 绝对不是九百万而已 因为什么? 我要付一些归费 房子要货户 土地要货户 我要交归费给那个政府 就是国税局或者是税渊处 那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除了税之外 我说我自己没办法跑 我在上班啊 我没有时间去这个 这个去做这件事情 做我的贷书 我委托贷书 那我委托贷书我就要给他钱啊 好腿也要付钱啊 就我有贷书费 好 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什么 买这个房子的成本 好 所以我说呢 成本原则到达可供使用状态 我买这个房子 我要付这些归费 政府规定的合理啊 好 不管合不合理啊 这是我一定要发生的 那另外呢 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做 好 因为我没有 或者是我不会 我不懂得怎么去跑这个流程 或者是我没有时间 我请贷书 对 这个贷书费 也是合理必须发生的 不是说一定必须啦 是合理发生的 所以这个都是我法国务的成本 所以产本原则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 一切合理基础 所以两个点 可供使用或可供销售 商品的话就是可供销售 然后合理基础 好 不合理的不能当作你的成本 好 所以这两个是我的成本原则的点 重点在这两个地方 所以我入账的时候 我一样在讲不动产的时候 我入账的金额就是什么 就是指 第一个你要先去 我刚刚讲说我买的是房屋跟土地 成交是房屋跟土地一起算的 所以我要去把它拆开 房屋跟土地跟别入账 因为房屋要不列折旧 土地不会不列折旧 所以你不能写房地产 好 也记得 虽然我买的时候是房屋跟土地一起卖 但是你入账的时候 不能写房地产 好 你必要写房屋一个会计客户 土地一个会计客户 好 那至于你怎么去分摊 就我们后面会去想 好 那再来之外 除了这个之外呢 比如说我买机器 好 那机器跟生产有关系 就是我的生产设备 好 或者是我的什么机器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谈一下 因为其他东西可能比较容易 比如说这是我的办公设备 这是我的修路机器 这是我的一般的生产器具 这个都很 你要分别去入账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要去谈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一般来讲设立工厂的话 那工厂呢 其实都不会在市区嘛 好 那不会在市区的话呢 比如说我的厂房 可能就是1000平方公尺 1000平方公尺 但是我的厂房1000平之外 我能买那块地 全部是一公顷 那我的厂房1000平之外 剩下来都是什么 就是我的员工的什么 比如说停车厂嘛 好 那或者是呢 因为这个员工工分很辛苦 像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Google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我不晓晨一阵里 有听到一个新闻说 Google的离职员工呢 去控告Google的略带员工 哎呀 那不是图表 这个违反我们对Google的认知吗 它的理由 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说 Google它因为无限量的供应零食 害它进去两年之后 胖了15公斤 这是它控告Google的原因之力 所以这项给它的福利 那重点就是 这个加它什么 它面Google呢 我记得那时候在讲说 它们对这个写程式啊 或者是把那个工作 所以它很辛苦 所以它们是从 希望它们在很轻松的 这种状况之下 有些创意出来或者是颜 所以它们有什么运动器材 或者是游戏机 就在于它们当过是很精英的地方 跟它的理由之音就是 这些东西很吵杂 会影响到它的上班的情绪 所以这也是它控告Google的一个理由 但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好玩法 我相信没有法官一定会因为这样子去创Google 要配合什么东西 好 所以这个只是放置于说 所以我在谈的这个就是说 因为在比较偏远 所以这个老板也很人性 比如说这么远的地方 它这个做得很烦的时候呢 它又不可能跑到哪里去啊 所以我就在我的工厂 厂房的外面 这样我有那个一公顷那么大嘛 我就一千我不知道平跟公顷之间的 那个怎么换算 就假设它旁边还有九百平的空地好了 九百平的空地呢 它可能四百平呢是九千平的 四百平当作那个四千平当作警车厂 对五千平当作什么 去做假山假水 它工作很辛苦很烦的 或者是很疲劳的时候 可以去外面走一走 所以它有一些景观的圈迹 好 所以我们就要谈啊 那一千平的厂房 那就是我的什么 建筑物就是一千平 好 那但是其他的地方呢 好 那我这个旁边是不是 一公顷我旁边要把围墙 这个围墙是在土地的上面 但是围墙不会说一百年之后 或者是不要说一百年啦 十年之后跟十年刚盖好 刚蓋好这个墙会长得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破损 不会吧 就像围墙啊 或者是说我的假山假水 这些景观设计 这段时间就是什么 它就会有一些花粉 树都很重的不好啦 或者等等的 是不是你就要去什么 维修它嘛 所以虽然它在土地上面 但是它不在房子里头 我们就会有一个什么叫做 土地改良物 这个会计看不懂 也就是我现在在讲的是说 工厂外面公司的围墙里面 这一段这个部分的空间 我去做了一些景观的设计 好 那我这个景观设计呢 因为虽然它不是房子 因为它没有一个屋里 好 那但是呢 它不像土地一样是永久不败坏的 所以我必须单独设一个课目 叫做土地改良物 好 那换言之 土地改良物不是土地 所以它会有耗损或者是时间性 它会经过未有成本分摊的问题 好 那这是可能之前没有特别去提到的土地改良物 那说到停车场 土地改良物会什么 对情人化它的会计科目 它会有停车场这个资产的会计科目 好 所以你的不动产呢 其实你要根据你的实际的状况 去找到适当的会计科目来入账 好 这是六个 好 我们说一开始成本发生的时候 然后我入账的金额的决定成本严格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要找到适当对的会计科目来入账 好 那但是呢 其实我要讲 这个我们这一次考试呢 是考到第一个阶段 我怎么去决定我的会计科目 以及我的入账成本 那入账的金额的决定呢 其实有好几种情形 那我们今天要重点放在 就是说我取的这个资产有几种方式 一个就是买 好 另外一个呢就是跟人家交换 好 交换其实在我们出版里都有提过 我今天今天不讲交换 好 第三个呢 可能我自己干的 好 也就是说我取的这个资产的方式 大色来讲有三种 一种就是直接去买 我刚刚提到这些东西就是直接去买 我的入账成本的决定 好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交换 好 交换 好 就是以入义入叫交换 好 那交换的部分我暂时不讲 好 因为这个词我最后也提过 那这个 我们今天要先讲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先讲另外一个 最后还没有提过的 就是我自己建 自己该这个唱法 对 我要谈自建资产 好 那这些资产呢 大家有想到 既然大家没有上过成换 但是呢 这些资产跟我们的成换 没有很级的关系 我们讲这个部分呢 重点不在于我的成本怎么去算出来 而是在于说 如果你自建资产 那这些资产的过程里面 你可能什么 可能需要一些资金呢 好 比如说好了 我要改动 这个 我的办公大楼 好 那我要去银行借钱 那银行借钱呢 我可能从我开始 要打算盖这个房子 就开始跟银行 开始谈借钱的这个问题了 好 所以我借钱 那就是什么 工程生利息啦 那这个利息在我这个房子 还没有盖好之前 可不可以承认为我的成本呢 这个房子的成本呢 因为我们说了 什么是我的成本原则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之处 那我盖这个房子 除了我会投入的料工费之外 我跟银行借钱的利息 可不可以列入我这个资产的成本之一 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探讨历史资本 哇 好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去谈的 好 我说前面谈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不动产 固定资产 好 那怎么去找到适当的会计科目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入账的成本的决定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之处 那 好 这两个概念都有了之后 那我就要看 如果你的资产 你的资产的取得是买的 那就看你的买价到你什么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之处 一样好 要自己来 另外一个是交换 好 交换我刚讲了 我们再来这次先讲 第三种产生这个 取得这个资产的方式 是自己建 自己盖这个厂房 那当然自己盖这个厂房 然后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我需要这厂房的规格 或者是你那个设计是坊间没有的 所以我必须自己盖 好 那我资金资产呢 当然如果你从头到尾 资金资产一样 到达可供使用状态之下的一切合理之处 所以我资金资产 我重复了成本 人工的制造费用 当然是我这个资金资产的成本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如果我资金资产 我钱没有那么多 我盖一洞 这个所谓的三十五十层楼的办公大楼 那我可能需要什么 需要一百亿 那一百亿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或者是说 我的钱不想全部都投入在这里面 因为我有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我的 现在这个 我的办公大楼的过程 我要去跟银行借钱 好 那银行借钱 就产生利息了 那这个利息 可不可以当作我这个资产 因为我从开始盖 我就跟银行借的 借了钱 我就要付利息了 所以在我这个资产还没有盖完之前 已经发生的利息 可不可以在成本原则之下 任列为我这个资产的成本呢 好 所以意思是 我的利息可不可以资本化 所以资本化就是列为我的什么 资产的成本之一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一这个 这次考试要考得重 因为这是出块里头没提过的 利息资本化的问题了 好 那利息资本化我们先谈 基本上就是你资金资产 才会有利息资本化的问题 也不是一定只有资金资产 大部分会产生这个问题是资金 而且因为你盖一个房子 为什么讲 尤其要讲的是不动产 你的那个房屋比较多 因为它需要的时间很长 如果你是买个机器 可能一两个月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会以不动产 就是你自己建的这个房 建筑物对我们探讨的主题 原因是因为它是比较长 好 最第一个 资金资产它的利息可不可以资本化 第一个 你一定要有什么借款 公司一定要有借款 这个借款不一定是为了盖这个房子 而产生的借款 好 也就是说利息资本化的探讨 第一个 你一定要产生利息的支出 你一定要产生利息的支出 那你这个 你可能会产生利息的支出 当然这个原因是你有借款 那这个借款不一定是要为了盖这个房子 而产生的借款 不一定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探讨利息资本化的说明 第一个要你有一个概念 你的就是公司要借款 因为有借款才会产生利息支出 好 第二个 这个利息支出 不一定要专门为了盖这个房子而借的 只要公司有一般的借款就可以了 盖的借款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个要做界定的 第二个我们要探讨 我们要谈谈的是你的利息 你如果为了盖这个房子 而去做的专案借款 所发现的利息 所发现的利息